大家好久不见了 我是海罗 最近呢一直都没有更新视频 因为我在忙着搬家 真的是好累啊搬家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呢 就是我这几年一直拍视频 一直在住的 住了快三年的千叶的这个小破房子 现在终于要跟他告别了 其实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 那关于这个千叶的房子的详细的信息 各位可以看我很久很久之前拍的那个视频 讲的非常的详细啊 如果对于日本租房有疑问的朋友呢 可以先从那个视频看起 要搬家了 听到很多人都会说啊 就哪怕不是自己的房子 不是自己买的房子 借的房子 住了几年吧 两三年吧 都是会有感情的 把所有东西搬空之后 看这个空荡荡的房间 看着自己曾经留下的这些痕迹啊 心里面都是会有一些感慨 此时此刻呢 我的心情也是 非常的激动 非常高兴 因为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千叶 我去 这个房子真的是一点的不方便 如果在关东地区 在东京 有想要接盘这套房子的小伙伴 欢迎私信联系我 好吗 欢迎联系我 OK 说到在日本的小伙伴 这一次啊 必须得给大家讲一下 我这次用到的这个搬家公司的服务啊 那我用到的是 Yamato 就是国内俗称的黑猫快递 他们出的一个独身搬家服务 就是面向那种一个人居住的客户群体 他们出的这个搬家服务真的是超级的划算 可以说是业界最划算的 给大家科普一下 在日本这边你要搬家的话 你去叫正规的日本的搬家公司 大概要花7万到8万日人左右 那如果你搬家的距离比较远的话 可能花十几万都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很多的留学生呢 就会选择那种中国人的私营的搬家服务 如果是在关东圈比较近的话 像那种私营的话 它又不是正规的公司了 它就是有驾照的中国人开个小拖车 帮你拖行李 拖一些家具这样的 那这种的虽然便宜 大概4万到5万左右吧 但是因为它不是正规的公司 它没有什么合同协议 然后做事情呢也就不是很专业 搞不好就会把你的一个家具 或者家电不小心磕碰一下 或者给你的墙上来一下刮一下什么的 就会引起很多的矛盾纠纷 反正我不是很推荐的 那我这次叫的这个黑猫它们的搬家服务呢 首先 Yamato它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在日本这边是No.1的物流公司 就相当于国内的顺风那种感觉吧 非常的可靠 最关键的是价格是真的比同样日本人的公司便宜太多了 比中国人的还要便宜 我这一次搬家把一些基本的家电全部搬走了 什么冰箱啊 微波炉啊 洗衣机啊 包括一些桌椅 然后两个行李箱 四个纸箱 镜子 什么什么全部都搬走了 只花了两万三千日元 两万三千日元什么一个概念呢 就是你搬家费用的底了 地底了 地下 地新了 最低的价格了 所以如果看我视频的朋友有在日本留学的留学生 如果你打算搬家的话 一定要去Yamato他们的官网看一下 这个搬家服务真的是超赞 而且你还可以预约时间啊 比如说你周一把所有东西搬出去 然后你可以预约周五把所有东西搬到你新家 就他们可以在他们的仓库那边帮你保管你的家具一段时间 好像是七天之内吧 你可以随意预约时间 超级方便 那接下来呢 就带大家看一下我在东京市区租的新的房子 这就是我的新房子 那然后今天这支视频呢我会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 那硬件的部分呢就是指这个房子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 就比如到车站的步行距离啦 然后隔音效果啊楼层啊价格啊等等之类的 软件部分呢就是指我自己添置的一些家电家具以及摆放位置 希望能给对于日本租房有兴趣的朋友一点参考 首先呢我想先浪费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一些基本的信息 那我这一次呢是花了不少的成本啊 从很偏远的千叶线租到了东京都 而且我觉得是比较市区的一个地段吧 那从我租的这个房子到车站 那步行只需要两分钟 可能走得快的话一分钟就走到车站了 非常非常的近 而且搭车去一些比较大的AP比较大的站 像池袋只要5分钟到10分钟左右 去新宿的话也就只有15分钟到20分钟以内吧 那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交通环境地理条件 换来的就是房租会比较的高一点 像我之前千叶租的那个一个小时车程的小破房 一个月月租大概是5万元左右 而不是8 是5万元左右 但是这个房子呢要9万2 算上管理费之类的费用9万2 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是新建的房子 新住 然后又是designer's house 就是外观看起来是比较时尚的 不像那种旧房子 而且它是混凝土的 基于这几个硬件条件 这个房子的房租就不会太便宜 但是按照这个地段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价格也不算高吧 比较合理 9万2千日元一个月 就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差不多是6千 6千不到一点吧 对 然后我租的这个房子呢 是one room 21平左右 那什么是one room呢? one room其实就是最小的一个户型了 那一般一个人住的话 有EK ELDK嘛 one room ER就是最小的 那one room的优点呢 就在于它整个空间是打通的 那你可以自由的去安排 缺点呢也很明显 因为它没有专门划翻出来的厨房之类的区域 它就没有那种隔离 没有连接厨房到你房间的门之类的 那一个是隐私性 一个就是隔音的效果 就如果你的大门口有人的话 很容易听到你在房间里发出的一些声音 所以看日本的动画或者是什么电影之类的朋友呢 如果你租one room的话 ER的话一定要小心一点 首先刚刚提到的玄关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one room 它没有一个厨房和玄关之间的分隔 隔离 所以我这边呢在玄关的玄关 说错好几次了 不是玄关 玄关的左侧 进门的话应该是右侧吧 右手边对 这边放了一个厨 这个厨 原来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 这是我千叶搬过来的 没有新买了 就是以前的厨 但是我发现 它几乎完美的和这个新房子的玄关贴合了 而且这个白色和这个玄关 它本身的这个鞋柜颜色都是同一的 简直是完美 我自己又惊了 为什么我以前买的柜子 能和新的房子这么的贴合 然后多亏了有这个厨 我这边呢可以做一个就是一些潮流的家具的装饰品的展示 同时呢也起到了一个隔离的效果 就是让如果有人进来的话 你打开门首先你看到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玄关的一个换鞋区域 就不会感觉突然打开门就跑到人家卧室里那种突兀的感觉 就这个隔离的柜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然后进门的左手边就是鞋柜了 我刚刚搬来还有一些杂物没有收拾可能会比较乱 大家不要介意啊 右手边这边的这个纸箱都是我还没有理完的东西 鞋柜的话它这边是一个节省空间的一个设计 但是只能够放四双四双一共八双鞋 所以如果鞋比较多的话还是得另外再弄一个收纳 或者这就是提醒我不要再不断的卖鞋了 然后后期的话我会把这边在稍微的收拾一下 放一个香薰之类的一些装饰品在这边 这样子整个一个整体的一个感觉会更加的协调 更加好看一些 紧接着换好鞋之后呢 你首先看到的是左边是厨房卫生间的区域 然后这边我放了一个等身的镜子 这样我每天穿好衣服穿好鞋之后 在玄关这边我可以观察到我整个一身的一个搭配 今天合不合适 我现在穿的是居家的衣服 各位不要介意 然后右手边这边呢 就算是一个卧室啊客厅的一个休闲的区域 这边我放了我的书桌啊这些东西 这些具体的家具我等会慢慢的给大家介绍 然后左手边 这个是我前夜带来的微波炉 洗 不是冰箱 然后这是自带的厨房 这还是有一些杂物没有收拾 然后里面的话是厕所 然后这也是拆了一堆的纸箱还没有及时扔掉 这边大家先将就的看一下哈哈 然后呃这个都是新的卫生间 新的浴室 对 因为我这个房是新建的嘛 我是第一个住进来的 所以所有的设施都是全新的 这意味着我平常生活的时候要更加的小心一点 然后我放了一个香薰在这边 然后让整个卫浴的空间感觉更加的舒服一点吧 洗衣机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 没办法 非常小的一个洗面台 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男生一个人用的话 也就是足够了 这个镜子后面呢是可以放一些洗面奶啊之类的东西 然后差不多这个浴室和卫生间的空间 我就介绍到这这边吧 就没有什么好详细介绍的 哦对有一点就是日本这边的话 因为我这个房子它是不带阳台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洗的衣服得晾在室内 那日本这边呢是有一个 像这个卫生间的话就有一个烘干的功能干燥 就是可以在卫生间里面烘衣服 然后也不会产生那种室内亮出来的异味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基本上我之后 虽然我还没有洗过衣服 我之后洗的衣服应该就是 把这个杆子拿到这边 拿到这边 然后开一下烘干 就这样子烘干衣服 嗯 然后这个马桶的话是偷偷的 偷偷夹的 这种比较 反正就是日本这边经常常见的这种 比较原性化的一些功能吧 嗯 就是这样 下面的卫生纸我还没有整理 之后可能会再买一个架子 把这个卫生纸这样子排列起来 看上去比较好看一些 这边我就不介绍了啊 然后厨房这边的话是一个电磁炉 然后灯的话在这边 换器也在这边 就上面有一个灯 两个电磁炉 那其实电磁炉对我来说 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选择吧 因为我现在不怎么在家里做那种 中华料理那种很油啊爆炒的东西 我都不做了 自从我开始健身之后呢 我基本上都吃的是水煮的西兰花什么的 就比如说 这种超市里买的素冻的西兰花 然后把它放在碗里面 微波炉里面叮一下 就就着那个素食的鸡胸肉 或者是水煮几片鸡胸肉 这样吃加一点碳水吧 所以其实厨房的话 我没必要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 因为它是一个平面的一个设计嘛 你用完之后 抹布一擦 瞬间就能变得很干净 不像煤气灶那种 很容易堆积那种油渍 油污 所以就这一点而言 我是非常喜欢电磁炉的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比较重点的部分吧 我个人花了比较多心思的就是这个室内这个客厅或者说是卧室的这么一个空间 首先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柜子 玄关这边的柜子 这个呢是我之后着重会放一些装饰物 就像我现在已经放的 那边有香油啊 Supreme的这个Money Gun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装饰品 最下面一层呢 我是放的书啊 就是杂志什么的 我这边呢放的是 婆婆爱之类的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婆婆爱 然后发挤 包括优衣库 还有 Neighborhood 啊不是 DoubleTaps的 Catalog 就 基本上这些东西 都是放在这里的 然后一些 学校的专业的书籍啊 包括小说我会放在这里 这个架子呢还没有彻底的离好 还有很多需要整理的地方 上面都是比较乱的 放着口罩什么的 这个都是我之后 再会 精心去整理一下 对 然后介绍一下我平常办公 嗯 学习办公的一个书桌吧 这个桌子呢 是亚马逊上买的 只花了大概六千日元左右 然后是我一个人 它本来应该是需要 两个人拼的 我一个人就把它给拼出来了 包括这个椅子也是 这个椅子好像是在 也是在亚马逊上买的吧 整个一个配色呢 我都统一成黑色系 而这房子本身它是有一个小窗的 只可惜照的是对面 不过下午的话是有阳光透进来的 顺便一提 所以我这个房子是朝北的 所以能有阳光透进来就很不错了 谢天谢地了 塑膠边上呢 我是放了一个优克莉莉 现在我已经不怎么谈了 就放在这边做装饰的 嗯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平常你可以在这个桌上 打电脑写写东西 然后吃饭的话 基本上我也是在这个桌上 然后介绍一下这个旁边这一小窗区域 这边呢我是放了一个室内的景观植物 这个是活的啊 是我最近刚刚买的 这个大概花了7000多吧 然后我这边呢是 呃 还掉了一片叶子 不知道是不是我水浇多了 但竟然还掉了一片叶子 那我是网上买了一个测水剂 因为我刚开始养这个景观植物嘛 我不知道到底应该要浇多少水 然后如果有这个测水剂的话 你看它显示你就知道 什么时候应该浇水了 有的时候我会把它 嗯 拿到这边来 然后如果有阳光照进来的话 就可以让它再照照阳光了 毕竟我这个朝白的房间 植物晒到太阳还是挺不容易的 好像长出新芽了 人家没事吧孩子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 呃 golden miller的一个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称了 反正就是现在在室内 装潢比较流行的物流箱吧 就呃 如果在日本的便利店公司 打工过的朋友应该知道 然后neighborhood也是 不是那部后 human made也是出过这个箱子 就是你可以把它两边这样一拆 然后折叠起来 呃 可以收纳带走 然后平常你把它拆出来之后呢 里面可以收纳东西 然后又可以做一个小桌子来用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实用 又好看的一个室内装饰品 然后里面我是放了一些杂物 上面呢我就是用来暂时的计划 就是用来放PS4 然后投影仪 然后switch的话 也是基本上就放在这边 然后投影仪的话 正好投到对面的墙上 可以看看电影啊 打打游戏什么的 因为我整个房间里面是没有显示器的 然后在旁边呢是有一盏灯 这个呢是我之前 很早上早之前也是千页的房子带过来的 呃 暂且先放在这里啊 但是我觉得可能用不上 嗯 做装饰的话 其实放在这边白色的嘛 也是跟周围的环境挺融合挺搭的 那如果实在是用不上的话 可能会考虑把它给撤掉 嗯 再稍微腾出一点点空间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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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